澳大利亚西尼的海岸线蜿蜒曲折,悬崖峭壁和海滩交错。 喜欢户外运动的澳洲人,热衷于在这些地方打发他们的休闲时光。 海边的户外活动常常伴随着不易觉察的危险,有些甚至是性命攸关。 在悉尼邦特尼湾的国家公园内,离海近200米的地方,有一个直升机救援中心。 这里365天免费向公众提供海岸线紧急救援。 每到夏季,直升机还会进行海岸巡视,这是悉尼目前唯一提供这种服务的直升机。 托尼伍德是这个救援中心的空勤主任,加入救援中心已有6年,曾经是英国海军突击队队员。 救援中心由飞行员、空勤人员和营救人员组成,目前共有12人。 其中只有两名飞行员是全职,一半人员是自愿者。 I name is Ian Menly and I am a rescue crewman. I am a volunteer with the service. I was very lucky at the time to be picked, to come and work for the service. I had been involved in surf life saving for 17 years and I was basically picked because of my experience and my knowledge. I came from a background of working with offshore rescue boats. Excellent, what location are we talking about? 局长 又各位 � improvements 又付了所有人 inequorer 留 door 每次任务必须三人执行 飞行员 空igram 和营救人员 各一名 由于是紧急救援 所以每次执行任务既要迅速又要准确 从接到电话到飞机起飞 救援人员只需三到四分钟 相机会好的尼迹 然后后开始做出科学 比较好处 然后现在带来看看 现在是我的相维面工作 只要我来到备来工作 我来到极为达到佳大人的途律 时会到的苹果 克里斯斯莫霍恩目前仍供职于澳洲海军 作为第二职业 他同时也是Westpac救援队的临时飞行员 所以这些人都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 有多年的空中和海上实际操作经验 空净人员出了用的空净人员 除了拥有足够的飞行经验之外 还必须是空中使用脚索的高手 同时还会使用急救医疗设备 并懂得在非常情况下如何果断处理 救援工作常常是在核心中和海上实际游战的 空中和海上实际游战的 救援工作常常是在核心中和海上实际游战的 在很艰难的情况下进行 有时对于机组人员来讲 也是很危险的 医院卖里的日常工作是IT系统分析员 每个月在救援中心义务值班四次 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 做一件没有报酬的事呢 在被救的人中 许多是在礁石钓鱼时遇险的 对于钓鱼爱好者来说 悬崖峭壁是钓鱼的好地方 但悬崖边的水流起伏不定 并具有很强烈的冲击力 这就使得在礁石上钓鱼的人们 常常处在一个危险的环境之中 为此救援中心向人们提供了一些 基本安全须知事项 托尼伍德还特别 如果被海浪卷入水中 尽量游离礁石区域 漂浮在水面等待救援 在水面等待救援中心向人们提供 最高的核心向人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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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数十年间救援中心营救了几万人完全是免费服务 但直升机出动救援 每小时的耗费是3850元 培训人员更换维修设备 添加装置 样样都是昂贵的开销 我们的售价是由于 达职费用的公司 由于达职费用 对于达职费用 和这些公司的公司 有成本的公司 是由于达职费用 以为达职费用 以免费用 以免费用 由于达职费用 有免费用 成本的公司 我们没有任何支援从政府